藍色小貨車開著開著一陣強風吹來 車頂一大片鐵塊突然飛出來 玩如血滴子一般直接掉在快車道上 嚇著駕駛急忙閃避 整塊鐵片長寬都超過一米 沿路這樣飛過來實在嚇壞人 地點就在新竹明星科大附近的一處彎道 其他車輛差點就會遭殃 不過馬路上飛來橫貨的案例實在不少 冷凍車停在路口駕駛急著下車 因為前方馬路上竟然出現一條大鮪魚 車輛車才剛剛變換車道 突然間路中央卻出現一把椅子 後方轎車閃避不及直接撞上 一大塊木板突然飛過來駕駛嚇壞了 飆出髒話開車上路東西卻沒綁好 若是妨礙後方車輛依法將開罰最高9000元 庸路人還是要多多注意附近狀況避免不必要的意外發生 記者新竹綜合報導